大家好,我叫王小宇,是CastBoss的创始人兼CEO 两年以前,当我以个人开发者的身份开发CastBoss出行的时候 没有想到博客市场发展如此迅猛 我们凭借Google的技术和平台优势不断进步 我们现在每天为全球700万的用户提供丰富的内容 团队规模也从最开始的一个人发展到了现在40个人 自上架以来,我们的产品质量不断完善 应用评分,稳定提升 CastBoss发布不久,就有位来自俄罗斯的盲人朋友给我们发来了感谢信 感谢平台上丰富的内容,为他打开了一扇了解世界的窗口 2017年,CastBoss获得了Google Play Award最杰出创业者提名 让更多的人认识了我们 我是何小冲,CastBoss的co-founder兼CTO 用技术来最大化内容的价值是我的工作 TensorFlow提供的多种算法模型,使我们在用户推荐内容时更加的精准 用户在第一次进入CastBox时,就能根据其喜好获取到最初的推荐内容 之后,CastBox便会结合更多的收听数据及行为 为每个用户量身定制最适合的推荐系统 内容和用户的双向精确匹配 使得CastBox拥有着高达70%以上的新安装用户吃日日活牛存 以及高达一个半小时的日均使用时长 另外,Android的Instant App功能使用户在不需要安装的情况下即可使用到CastBox 这也大大降低了用户接触内容的门槛 大家好,我叫李世斌,是CastBox的co-founder兼CMO CastBox的变现同样也需要汇集到内容生产者 从而构建良好的内容生态 我们基于Google的subscription系统提供两种按月付费的服务方式 第一种是按频道收费 第二种是按照功能收费 灵活多样的订阅收费方式 不但使我们可以能够针对重度用户和普通用户 分别提供有针对性的服务 同时也让我们能够更好地洞察他们的需求 从而促进产品的迭代 Google的技术为我们如今的成功提供了巨大的基础 我们有80%的用户来自于安卓平台 我们今后会将更多的功能带给用户 为每个人带来最贴心的内容推荐 和最理想的收听体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